你快走开 我没穿衣服 那你衣服在哪儿 我帮你穿 营正偷跑出宫 黄娇野外偷窥美女洗澡 简直连流氓都不如 赵高拿来六国公主画香 让营正过目 可怜秦王至今还是童子之身 羞得不敢看颜 放那儿吧 紧接着营正叫来李斯 问起各国联姻历史 代代接亲 代代打仗 左转上也都紧 若嫁一个公主就能平息干戈 那各国还养那么多兵马干什么 李斯无法反驳就要告退 却被营正又叫住 让李斯替自己瞅瞅各国公主画香 微臣不敢 替寡人看看吧 李斯推辞不掉 拿起第一幅画香 打开只看了一眼 就被惊得一声冷呼 营正一颗心瞬间沉到鼓里 他不敢想象画中人到底有多愁 不料峰回路转 臣从没有见过如此艳美的女人 营正连忙舒了口气 放下心来 让李斯接着看 更有甚者 李斯当场把持不住 急忙表示不敢再看了 营正这才满意让他退下 喜出望外的营正伸手去拿美女照片 但终究抹不下面了 拿起一本课程书 开始挑灯阅读 为了确保楚国公主获选 华阳娶来各国公主画香 这副样子也敢到咸阳来应选 华阳对阿若美貌极为自信 他相信只要阿若一出场 必定横扫其余五国公主 回到请客间 华阳就没了底气 这个女子是谁啊 会有如此妖艳 看到赵国民 在公主比阿若还是漂亮 华阳质问画师 为何将他画得这么美 回太后太后 画如其人 华阳心里凉头半截 本以为阿若第一角色 却不料还有赵国民呆 为了增加胜算 华阳准备了一场交友舞会 邀请营正参加 听说楚国的阿若公主 要亲自登场 为王上演练 楚国的月娥 营正心里疑惑 说好六国公主一起见面 楚国这是要插队啊 见这个不见那个 后子薄比没有道理 营正立刻认识到 这是华阳太后设的美人烟 目的就是让他对阿若产生好感 可华阳这次却失算了 营正自小受吕不韦管制 痛恨所有算计自己的人 一生气 直接逃出秦王宫 却遇到一群女子溪水 看到女孩子吓得四散而逃 营正心情突然变好 站在原地哈哈大叫 不料水面下突然冒出一个女子 他怒骂营正 大胆无耻 竟敢私闯公主心盈 你快走开 我没穿衣服 那你衣服在哪 我帮你穿 李江眼见真人耍流氓 无奈搬出秦王名号恐吓 没想到他却丝毫不怕 你这个秦人 你这个无赖的秦人 就在这时 侍卫来请营正回宫 李江看到眼前男子是当今秦王 却放声大喊 赵正 听到这声声呼 营正一时间呆住 伸手套出他胸前的玉佩 瞬间响起流落赵国时的那段 凄惨童年 李江 你怎么在这儿啊 营正心中狂喜 童年白月光 悄然出现 这一刻他心中明确有了 王后人选 营正参加相亲大会 当场羞辱六国公主 选中一个普通侍女做老婆 告诉你们 寡人就要她 否则寡人宁可不选 营正放了华阳太后的鸽子 随意外出散心 却没想到遇见童年白月光 好 太好了 营正神情激动抱着李江 不料侍卫不长眼 打断二人温存 气氛被破坏 营正立刻传令 让赵国公主马上进宫 我在咸阳等你 身为秦王 营正也没有逃脱相亲的命运 他坐在秦王宝座上 看着六国公主轮番登场 韩国公主第一个上场 营正只瞥了一眼白白手 一般火色 只顾把玩着手中金钗 紧接着赵国公主上场 敏代无愧 国色天香 艺术上所有人都看直了眼 营正也激动表示 你 起来 敏代心中一喜 可还没高兴三秒 就被泼了凉水 我说的是你 营正亲自下台 牵着黎江走上王座 命他架好金钗 这是王上选妃的信物 不得胡闹 不料营正根本不听 依旧我行我素 他拿起金钗送给黎江 这却急坏赵姬和华阳 正儿住手 王上莫非要选个侍女 做王妃吗 美奈公主当面受辱 气得当场离开 华阳趁机宣 楚国公主上殿 营正没看清阿若面容 就坚决表示 只要离江 否则宁可不选 既然你们说了算 那你们愿意选谁就选谁吧 可怜阿若公主 千人之姿 只能垂泪空恨 一场相亲圣典 以营正胡闹受围 华阳计划失败 当场嘲讽吕不韦 一举而开六国的玩笑 王上真是大手 老吕无话反驳 最后他找来离江 说清其中的利害关系 营正已不是他的政格 而是秦国君王 一举一动 都以秦国利益为先 回到后殿的营正 被母亲一顿斥责 让他怪着 却非大帝竟如此胡闹 召集怒骂营正 当着满朝各国使节 却将选妃信物 赐给一个侍女 无情细耍六国公主 这般任性胡闹 秦国如何在天下立足 不料营正起身反问赵基 母后知道那个侍女是谁吗 营正告诉赵基 离江是他流落赵国时 唯一完半 也是他真心想娶的姑娘 不行 一万个不行 听着 你只能选赵国的敏代公主为妃 别的女人 你想都不要想 营正愤怒之问 他身为秦国王上 难道只能放弃心爱之人 大秦王上 必须娶各国的公主 是吗 那么请问母后 您是哪一国的公主 赵基恼羞成怒 一巴掌甩在营正脸上 他万万没想到 一向敬重自己的儿子 如今却当面羞辱自己 赵基气得胸膛剧烈起伏 最终哭着离开 营正最终会选择 哪位女子为妻 喜欢的朋友 点赞关注 下期更精彩